首先我们准备以下材料 包边条、表部、背部、铺棉和卡纸 首先我们在卡纸上画一个边长为5厘米的正方形 然后剪下纸形 把纸形放在表部的背面进行画线 先沿着纸形画一圈线 这条线叫缝线 然后留7毫米的缝分 再在外圈画一圈裁剪线 我们照这种方法 一共画4块 两种颜色的布各两块 然后沿着裁剪线 把布剪下来 剪好以后 我们把布排成我们想拼接的样子 然后两两进行拼接 把两块布正面相对 并且用珠针固定 固定的时候 一定要在相同的点 对齐 然后珠针垂直于我们要缝的这条线 进行固定 左边也一样 然后在中间再固定一个 接着我们从右往左进行防止 入针的时候 在最右边的珠针的右端 先缝一针 然后拔掉最右边的珠针 我们从刚才别珠针的地方入针 再缝一针 注意正反两面 都一定要缝在线上 接着我们可以一次多走几针 接着我们可以一次多走几针 走大概三四针的样子 我们拔一次针 我们把布刮一下 然后回一针 继续往前缝 之后我们就每缝三四针 我们就回一次针 这样可以让缝出来的线 更加的稳固 并且美观 缝到最左端 我们还是超过最左端的针 延伸出去 最后回一针 打结结束 照这种方法缝好两部分 然后翻到背面 让它们的缝分错开 也适用珠针固定 中间的缝分 一定要错开 中间对齐 固定好 同样的从右往左缝制 缝好之后 我们翻到正面 用手把缝分刮一刮 或者用熨斗熨一下 这样我们的表布就做好了 我不是故队 去缝室 我不是故队 是 我不是故队 我不是故队